我们这整个的无边无际的虚空里面 是蕴藏无穷尽的能量 什么叫做空中生妙有 空里面它就是一定是有能量 因缘具足的时候 这些能量它就会显像转化成为物质出来 植物为什么它一个豆子种下去 它会冒芽 为什么它会成长 为什么它会开花结果 都是吸收天地的能量 所以希望大家正确的去理解 《道德经》里面所讲的这个空五里面 它是蕴藏无穷尽的能量 这些能量要知道 就是转化成为一切万有的源头 一切万有都是从空五里面的 那些无形的暗物质能量元素所化育出来 而整个道不光只是那些气 不光只是那些能量 道那是很奥妙玄之又玄 只是一直讲旋之又玄 那你没有实际去体会到 那里面的那个奥妙的那个暗物质 那还是很抽象 在修炼气功的人 他是用自我要去 要去炼那些气那些能量 我们现在等一下回馈给大家的 不是修炼气功的那一套 不是炼气功的那一套 因为炼气功是用自我有违法在修炼 我们不要用那些 因为我们不是在炼气功 我们只是在让大家浸泡在天地父母的怀抱里面 让大家用心灵去感受这股能量 它本来就存在 那这股能量呢 它是一切万有的源头 能够跨域成各种万有出来 所以这股能量它充满的创造力 充满的智慧 充满的爱心 当一个人能够浸泡在这股能量里面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生命是很温暖很温馨 就好像浸泡在父母亲的大爱里面 那这股能量不是用有违法去强迫去炼 你用有违法去炼的 那个是属于世间法炼出来的气与能量 我们要用无违的方式 现在等一下掌握几个原则 一个就是全身都放松 放松 然后用心灵来感受